因為工程車導致臺鐵重大死傷 民眾就舉證了 在事發當時邊坡上 不只是有工程的負責人 李逸祥而已 這起事故也侵扯出了工程界的 借牌文化 專家就說明 這起事故邊坡工程是具有 甲級營造的門檻限制 至於逸祥工程社 有可能是資格不服 向東興營造來借牌得標 違反了政府採購法 臺鐵工程包商 異祥工程社因工程車滑落 釀太魯閣號重大死傷 事發至今有民眾出示照片 顯示事發當日 異祥工程社老闆李逸祥 與多名人士站在邊坡上觀看 卻沒有報警 與李逸祥公稱 事發當天只有他一個人巡視工地 明顯有所出路 讓受害家屬非常氣憤 此外救護車畫面也有拍到 二號上午十一點多 李逸祥與身穿淺藍色上衣的超身土木 負責任林長青說話 直到將近中午 警方出現才將李逸祥帶走 但林長青表示 僅是協力廠商 而根據事故 邊坡的工程告示牌顯示 工程承包商應該為東興營造 代表人為黃平和 工地主任卻由逸祥負責人 李逸祥違法兼任 而工地專任工程師楊金郎 是東興營造前董事 工程專家指出 這處一點惡意的邊坡工程 由甲級營造門檻限制 逸祥的資格不符 疑似向東興營造切牌得標 也違反政府採購法 專任工程師楊金郎表示 已經退出東興營造股份 至於邊坡工程 為何沒有架設安全圍離 或許會議上曾經有建議 但疑似因為經費不足 後續設計不了了之 記者溫家凱 朱鋒之城 市民莊新城 台北華林報道 市民莊新城市民莊新城市民地 Agora 市民進行展示 Ya casi